线上家人平安又到我们圣经加油站 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8章19到27节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 耶稣回答说 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殿里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 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呢 可以问那听见的人 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一个差异 就用手掌打他说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 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着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 干亚法那里 扔着捆着解去的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彼得不承认说 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 是彼得消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 彼得又不承认 历时激旧叫人 耶稣被捕 即彼得不认识耶稣 我们都知道 当时为什么要烤火 因为耶路撒冷飙高 海拔2600尺 此时大约是在三四月 天气非常冷 各位天气冷了 耶稣的心也冷了 大祭司盘问耶稣 关于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 耶稣并不屈服 承认自己做的事都是公开的 没有什么秘密 此处记载了 耶稣是被捆着解去了 显然此时 耶稣已经被当成罪犯的身份来对待 今天的主题就是捆索的耶稣 今天的经文是18章22节 耶稣说了旧话 旁边站着一个差异 用手掌打他 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 23节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 你可以指正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24节 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 该亚法那里 扔着捆着解去了 有什么要守的诫命呢 耶稣说了这话 旁边站着一个差异 用手掌打他 生命中我们会遇到挫败 被羞辱 有什么应许呢 耶稣体恤我们不公不义 心情转折 他会陪伴我们胜过跨越困境 有什么避免的罪呢 意气用事 选择逃避 离开 不敢面对问题 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呢 在职场工作或学校或教会服事 对突如其来的质疑误解 要向耶稣勇敢 坦诚面对尽本分 对上帝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彼得在克西玛丽越的勇敢 和现在的诺诺比起来 实在是有很大的差异 会让一个刚刚勇于拔刀的人 变成羞于承认的诺夫 这就是人间的勇气的本质 而耶稣虽然捆锁 仍然躺荡荡勇敢面对 勇敢走完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不是享受尊荣华贵 而是被打被羞辱 目前我们所受的被看不起 又算得了什么了 愿十字架的爱 安慰困境中的弟兄姐妹 愿神祢赐给大家 甘心乐意的心 为主受苦是有益的 背起十字架 跟从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稣爱你 我们也爱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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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